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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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藏了16年 放在你家大概兩三年了 有有有 好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錢 這個是新酒 所以新酒就新的價錢 我記得它好像是賣一千多塊而已 它現在在賣2011 所以這個拿來估價是有點 它還是新酒 它還在賣 所以它當然還是賣一千多塊 那老酒林它適合放到那個 我假設啦 假設小孩子才剛出生 放到18歲讓他結婚的時候 這個能不能藏啊 這個 其實你如果放的兩沒有蒸發 是OK的 但是這種酒就是 它一旦蒸發了 它味道就會跑掉 你的OK是指說它的價值會升高 還是說它的酒值會升高 但是價值沒有辦法升高 升高是很難的 然後你看喔 Angel公司就是有毛病 它寫女兒紅 自己寫保存期限六年 你要怎麼偵查 保存期限六年 這倒是真的啦 老酒林公用 那燕酒公司跟我 上次去燕酒公司它跟我辯論 它是說它寫的意思是說 六年以後它的味道 跟現在會有差異性 對 它是保品會期是六年 我說那你就寫品會期六年 對 我說你這樣寫六年 保存期限六年 那個財政部抓到就是罰你五萬 你這樣人家會以為說 六年一年要把它喝完 對 不然會過期 可是有沒有一種狀況就是說 因為畢竟這算是飲品嘛 食品類的 那政府是不是有規定說 這一定要有一個保存期限 酒有沒有例外 沒有…酒是無期限 就是說如果你高酒精度的 都是無限期限 但是它又不是高酒精度 那低酒精度的你可以寫是在 那個…陰涼保存 適當的保存 它可以無限期 可是其實說實在 這樣子它也是會有爭議 也就是說 它如果寫無限期 那我三年以後 我把它開了 喝了以後覺得它是壞掉的 那你燕酒公賣局的話 你到底要不要負責 沒有 它其實它要標示清楚是說 你保存狀態完好 對 這個像這種低酒精度的酒 第一個怕高溫嘛 第二個怕蒸發嘛 對 所以它如果不是在高溫 或者蒸發情況之下 如果它味道變質 是你燕酒公司的事情 可是大家公務人員的心態 它是… 燕酒公司是半個公務人員 對 這個能掃一次 就盡量掃一次 所以它還是幫你寫一個 保存期限令 對 這拿下去燕雞可以嗎 對… 煮麻油雞可以嗎 煮麻油雞 煮麻油雞比較不適合 麻油雞就麻油雞的煮法 這是說你去一些 你讓它比較甘甜 那個湯頭比較好 好 我們倒下李中北 這一瓶酒跟這一瓶 這兩瓶 這兩瓶一定要好好的珍藏 一個是孔甫加酒 一個是女兒紅 因為這其實都代表文化的 一個意涵在 好 謝謝我們的李中北 高大哥歡迎您 謝謝… 好 接下來歡迎請國請成的蕭瑤姐 我那個歷史也很悠久了 為什麼會講到請國請成 對 為什麼會講到請國請成 因為以前拍過這個戲 對 片名就是叫請國請成 那時候蕭瑤姐拍過了一部電影 應該是電影 然後請國請成 當時的導演是誰 李漢翔 李漢翔 然後呢 我們的蕭瑤姐當時的話呢 是非常非常美的一個笑話 當時好像還在唸書嗎 沒有 我剛從文化學院 剛畢業 是不是 他們就是星探發覺之後 我就過去演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為什麼 迪龍好帥 那時候是迪龍 然後導演是李漢翔 而且呢 他是金馬獎的 優等的劇情片 對不對 對 當時有...後來有沒有獲獎啊 有 盧彥 有得那個金馬獎女主角 還有導演 好像最佳影片 李漢翔有沒有拿到 忘記了 已經時間已經太久了 你看 來 給大家看 這是妳沒有錯啦 對 好 那時候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真飛 就是真飛 來 光緒皇帝與真飛 那光緒皇帝呢是迪龍演 對...好帥喔 那時候 妳的意思是他現在不帥了嗎 現在... 我覺得男生比較容易變 女生好像不太容易變 男生一變一年輕啊 像我 妳看 跟那個照片跟我 年長那麼多 還很像 好 然後呢 來看一下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那個蕭瑤姐 然後蕭瑤姐呢 現在也不得了 來 在旁邊給大家看一下 妳看 哪一個是妳啊 這個啊 這個是妳的 妳看 姐妹 對... 妳女兒啊 對 我姐姐好了 好 王雨潔啦 雨潔現在也不得了 然後雨潔現在也都在拍戲 而且也當女主角 是的 所以有奶媽之風這樣子 新媽... 對 所以妳那時候很早期的時候 其實在那個文化大學的時候 其實就被發現了 挖掘 對 因為那邊常常都有心探嘛 然後之後發掘之後 就直接去香港拍戲這樣 那時候是從香港回... 邵氏 直接從邵氏回回來的 回來了 對 應該是 因為那時候十九歲的時候 就去拍了 拍了兩年之後就嫁了 好可惜喔 對... 現在會不會覺得說嫁得太早了 那時候年輕不懂事這樣 對 現在都想做女強人嘛 我們早婚的都會想 現在女人都很想不要這麼早婚 對 為什麼很早 要有自己的一片蹄 可是我們那個年代 都是父母給我們的觀念 都是早早就嫁 要找個金龜婿 對... 可是畢竟那時候能夠從台灣 然後被香港的少士 挖掘的人並不多喔 然後能夠在香港裡面發展 然後已經有知名度了 結果沒有想到呢 才兩年的時間 馬上就去嫁人了 對... 好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妳的酒 這個是... 我都是造型酒 我覺得瓶子很可愛 所以我今天很慚愧 我覺得好像都沒什麼歷史嘛 對不對 都是一些...你看瓶子 我覺得這個你看 配牛仔褲不是很好看嗎 這女生都是以造型為主嘛 女生其實不管她說 那個酒到底是什麼酒 然後我只要覺得說 她的造型夠美 對啊 放在家裡 你看我今天穿的衣服 也很配啊對不對 很配我的顏色 好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瓶酒是什麼酒 這應該...我覺得應該是白酒 因為大概差不多八年十年前的時候 我覺得台灣朋友 女朋友也愛喝嘛 我有點忘了到底是 那時候會買一些酒 可是因為覺得造型很好看 然後白酒也滿好喝的 比如說白酒像什麼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耶 我覺得這瓶酒 對啊 你看它的造型 很少有嘛 它的造型很特別 第一次看到 對啊 你看 然後呢 你沒有收過嗎 老闆 沒有 這樣這種酒 我們是不收藏 不收藏 不是不值得 所以小小姐 這個是妳朋友送妳的 我的酒差不多都是朋友 然後看我覺得這個造型很可愛 我也跟朋友 那我手上拿的這一個呢 其實它上面寫的酒標 是寫葡萄酒 對啊 我們收藏酒 都是幾十年的 可是那時候都是因為 好像擺在家裡嘛 看到酒瓶漂亮 大部分很多收藏 XO嘛 對不對 好像那時候 然後一些拿破人之類 就造型的 後來因為我們全家都不喝酒 結果搬家都被他們丟了 他們覺得都漏酒好像 看起來好像酒會蒸發是不是 對 酒會蒸發 然後那個酒瓶的地方 如果放不好的話 其實就會蒸發掉 可是我們也沒有 我們只是掛在架子上 它也會慢慢的就變少 就不見了 對… 那是被天使給喝掉了 好 來 我問一下那個林峰林老師 林老師 這瓶酒 到底是什麼酒 這支酒很棒的 很棒 對 因為這個世界三大名酒 甜酒的名酒 然後分別是法國的Satain 然後來自於這個 德國的貴婦酒 還有來自於匈牙利的Tokai 這就是來自於德國的 不過他們 他們依照他們所收成的時間的多寡 還有甜度分成六個等級 然後第一個等級到Gabinet 然後它就是正常的時間採收的葡萄來製作的 然後第二個等級叫Shipaleser Shipaleser是比較晚大概晚個一個禮拜到十天去採收 讓整個葡萄的甜度再更甜一點點 這個是它的第三個等級叫Ossaleser Ossaleser就是它不只晚的時候呢 它還特別精選 就一整串葡萄 它不是每一顆都是同時間成熟的 它是不只晚栽之外呢 它還一顆一顆的精選 非常非常特殊的Ossaleser 意外耶 所以它的葡萄的話是精選出來的 是… 然後它是那個成熟期是差不多的時間 比較晚 一般我們看那個所謂的葡萄採收的時候 大家全部都是一個時間點 就把它全部都給它採收下來 那它不是 它是葡萄串裡面一顆一顆這樣子 去挑完熟的 而且是熟成好的採摘 所以它其實耗費人力 耗費時間都很長 你嚇一跳吧 對 因為如果你是一般的紅酒 那你這一瓶酒可能就… 像你這樣隨便放就沒有用了 因為它甜度高 對 所以基本上像這種Ossaleser 如果你擺得好的話 放個五十年 一百年都不是問題 五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高大哥有沒有想要喝 聽到他講的話 口水都快流下來 有沒有比你那個金箔酒 還要想要令人想要喝對不對 高大哥一定要喝這個 對啊 你看一瓶一瓶 在過去歐洲人們喝這種甜酒 是來催情用的 那一定要喝 這德國甜酒 你那酒店那時候 要是賣這種酒的話 那你基本上不會倒 對啊 不過這也危險耶 那個會催情 因為喝下去 大家都在那邊花情 那才好啊 要讓國際喝光 不要被嚇到 我覺得講一講 剛才講得那麼好 到最後幾百塊 你也知道啦 對啊 所以我現在已經 已經背了 對…我現在終於醒了 對 你那時候 朋友有說這瓶酒大概多少嗎 我有說瓶你不要後悔 對 當初送我 對 好 那你本來以為這個 當時可能一兩千 現在在沽呢 因為普通我們女生買酒 我覺得我那幾個朋友 我買那個年代 買大概都是差不多一千多塊 不會超過兩三千 他都沒有想 你們那時候沒有想說 你都沒有想說 要把它打開來喝嗎 因為不會喝酒 我們就覺得造型很好看啊 很漂亮 放真的也像一個藝術品這樣 對啊 穿牛仔褲的時候 我剛好朋友來不是 拿來欣賞 其實這瓶酒是真的 還看起來滿高的 你是想當酒助小姐嗎 很像 好 來 我們其他酒 你幫我們顧一下 好 來 這一個呢 是來自於德國的甜酒 這是大概有幾年啦 你叫你女兒來看牛 大概八年 八年 十年吧 大概妳這邊有八年 十年了 放在我那兒差不多對 差不多 沒有...放我那兒大概是五六年好像 但是那個時候有一陣了嘛 他們...他買來就是 我們打牌時候 我贏他然後我就 我覺得這個造型很好看 我就跟他講說 下一次如果連贏幾次的話 我就...他就送我 生日的時候 對 OK 好 來 好 目前這個... 叫你女兒來看我比較有用啦 你沒看到古董嗎 古董的價錢都比較高嘛 留給李傑 來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錢 依我個人看他的這種極速跟造型 我可以兩千塊收藏 我個人 我認為他有兩千塊的價值 兩千塊 小林 你說多少 好 來 林老師 林老師這個... 我不苦假 但是我必須要說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的人 基本上我也搞不懂為什麼 這基本上是非常好的酒 台灣人怕甜 好像男人喝了甜之後 腎就亏了拿就壞了 怕得到糖尿病 對 可能是 所以跟甜有關係的東西 在台灣其實價格不太容易漲 對 它除了少數像 這個德國最有名的這個 做貴婦酒像Ego Mooler 他們真是國際行情的 所以他們會漲 通常像這樣的做的 雖然是好久 可是它並不是非常知名的大廠牌的話 其實是價值都是被低估的 被低估 是被低估的 不是我 兇手不是我 就是價格不太容易漲 就整個台灣的行情都沒有什麼高 我說一個東西很有意思 我們都在說法國五大酒莊 五大酒莊 可是你知道在1855年的時候 其實五大酒莊叫一級酒莊 不是一級到五級嗎 在所有的酒裡面有一個特級酒莊 就一家 那個是等於是所有級數的酒 最上面那一層特級的 就是叫Shuttle Ecan 就是做這種甜酒 在那個時代是遠遠高過於所有五大 五大酒莊 只是五大酒莊長的這樣價格 Ecan的價格還是沒有上去 好 那這個就是德國甜酒 那如果它在這個90 人家講90 這樣子的一個甜酒的話 是餐前酒還是餐後酒 甜酒基本上是配甜品 就是比較甜 甜 所以應該比較像是餐後 餐後的吃甜點那時候的 上的這個酒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適合 除了配甜點之外 它其實很適合抽雪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呢 啊